能换来爱情的 从来不是真心 而是这两个字 很多人就是不懂 查理芒格说过 要得到你想要的某种东西 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男女感情中更是如此 为什么现实中灰姑娘难以和高富帅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难道是因为付出的真心不够吗 很显然 不是 身份背景悬殊很大的两个人 之所以难以产生真情 原因在于实力弱的一方 难以向实力强的一方提供他所需要的价值 或者说 提供的价值可替代性很强 没有什么非你不可的理由 虽然爱情的本质是吸引 比如喜欢一个人的外表 趣致 谈吐等等 这些看起来似乎和实际意义上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大 但是别忘了 吸引的本质是价值 对方的某一特征 之所以能够能够吸引自己 原因不在于是否动了真感情 在于对方吸引自己的点 对自己而言是否有价值 一 越爱一个人 越有所图 随着年岁渐长 越大决的 所谓的真爱 都非空穴来风 电视剧都挺好中 有一个情节 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苏大强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 却遭到了孩子们的意志反对 但是他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 保姆和他在一起不图房不图钱 还是苏明成的回答一针见血 他图你年纪大 图你不洗澡 他图的是你以后人没了房子归他 事实也确实如此 对于保姆而言 他之所以能够爱上苏大强 原因在于他手中有一套房子 而自己在不远的将来 有可能成为这套房子唯一的主人 可是当保姆得知房产证要加上自己名字的代价之后 突然发现价值不存在了 所以他果断离开 哪里还会多看苏大强一眼 你看 这就是保姆对苏大强的爱情 一旦没得到预期的价值 翻脸比翻书还快 当然 我不是说爱情本身不重要 相反 爱情很美好 但价值不对等的爱情 一旦回归理性 必然难以经受一丁点的风吹草动 福楼拜的名作 包法利夫人中有这么一句话 她现在才知道感情是多么微不足道 是艺术把感情无限夸张了 有多少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妻子 却被功成名就的丈夫抛弃 有多少相爱的恋人 却因家庭背景悬殊过大 被父母坚决阻止 难道他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不尽然 现实中 那些难以善终的感情 很多时候 不在于他们没能经受得住考验 而在于其中一方的价值不被认可 或者不被需要 那么另一方往往就要重新选择 对自己而言更有价值的伴侣 忘记在哪里看过一句话 你越有价值 对方越不敢背叛你 这是人性的弱点 也是情爱的博弈我们清楚 爱一个人源于对方身上的价值 似乎只要存在价值 爱情就能长久 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 因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该如何保持价值所在呢 二 越是难以替代 越是爱的长久 一提到恒久的爱情 很多人下意识觉得 只要遇到一个对的人就行了 而所谓的对的人 往往在于两个人 对彼此的需要程度很高 不会轻易被替代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 钱钟书和杨将这对抗力 他们的故事始于爱情 就像钱钟书的那句名言 遇见你之前 我没想过结婚 遇见你后 结婚我没想过别人 但是了解过两人之间的故事之后 才发现 他们不仅是彼此感情中的唯一 在学业甚至生活中 都是对方不可替代的存在 钱钟书先生 极不擅长生活所示 不会打蝴蝶结 分不清左右手 而且出到牛津 竟然磕掉了大半个门牙 对于一般人而言 遇到这样一个丈夫 显然会觉得实在太辛苦了 根本指望不上一点 但是在杨将看来 这些都是才子身上 无法回避的存在 所以他从未有过任何埋怨 甚至在他生孩子住院期间 钱钟书还愧疚地表示 自己弄坏了家里的门和台灯 不知道怎么修理 杨将都是理解的一笑 表示自己都能修 他不用担心 我始终觉得 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 是彼此不可替代的存在 其实所谓的真爱 不外乎情感上彼此依靠 生活中相互需要 事业上有共同的追求和期待 与其说男女之间的爱情足够真挚 对抗的了时间 经受得住考验 不如说是彼此的价值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为有了对方 才觉得自己能有如今的生活 能达到现在的成就 换成别人 这些都难以实现 白岩松说过 你的价值取决于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我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到时候不是我能不能在这 而是你留不留得住我 这句话放在感情中同样适用 爱或者不爱其实很简单 一个人对另一半的不可替代性 最能判断这段感情的真伪 真正的爱情不是只爱你 而是非你不行 三 忘记在哪里看过一句话 婚姻 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它需要合作 需要双方输出彼此的价值 当一方长期不能输出价值的时候 一个家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而不能输出价值的那一方 就很容易被动 甚至很容易面临着被抛弃的结局 就像当丈夫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更需要妻子要么能提供事业帮扶 要么能提供情绪价值 如果妻子还仅仅是个家庭主妇 那么这段关系的危险系数就很高 这不是说人心难测 感情靠不住 而是说人在不同的阶段 对价值的需求不同 所以今天的你我 无法重复昨天的故事最后 愿所有的读者都能收获长久 稳定且幸福的爱情